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三谈我所认识的上境下空老法师 一 慈悲喜舍亦长者 可亲可敬亦老人 一 与诗结缘 绝地逢生 2000年前后 是我人生的最低谷 同时面临两个绝境 即生活的绝境 生命的绝境 身体上病痛的折磨尚可忍受 精神上的折磨更让人痛苦不堪 那时我真的想一死了之 可是不该你死的时候 你想死都死不了 可能是命不该绝吧 就在我活不起 死不了 走投无路的时候 真的柳暗花明 又一村了 2000年年初 我得到了一本 《无量寿经》汇集本 是我姐姐刘肃清老居士 结缘给我的 就在这之后不久 我又得到了一套 《无量寿经》光碟 这套光碟 是老法师1994年 在台湾第三次宣讲 《无量寿经》 这套光碟一共70片 每片一小时 刚刚得到这套光碟时 我是用来消磨时间的 身体上的痛 精神上的苦 真是痛苦交加 无处诉说 无人替代 特别是那漫漫长夜 实在难熬 得到这套光碟 我日夜为伴 那时 我亲切地称 老法师老爷子 我的感觉是 这个老爷子 说得真好 他知道我心里想的啥 他能回答我的为什么 这个时候 我想死的念头 越来越淡了 想听光碟的念头 越来越强烈了 我迫不及待地想听听 老爷子还讲些什么 因为我还有那么多个 为什么呢 我要在老爷子那里找到答案 我就是这样和老法师结缘的 是光碟结的缘 那一年是2000年 所以我说2000年 我人生的转折之年 到现在15个年头过去了 回首过去的15年 我感慨万千 深深感受到 性欲恩师 迷茫不在 学佛路上 勇往直前 听经明理 心有所悟 极乐世界 就在眼前 生命恩师救 会命恩师给 今生不成佛 无以报师恩 二 初见恩师面 犹如慈父般 2010年4月4日 受恩师之邀 我第一次来到香港 第一次见到了老法师 就在见老法师的那一瞬间 一股暖流流入心田 老人家看我的那种眼神 让我刻骨铭心 那是慈父般的眼神 眼神里是满满的慈爱 让你有一种 由子归来 见亲人的感动 记得父亲在世时 我是父亲眼里的宝 可能由于我是老姑娘的缘故吧 父亲对我是百般疼爱 万般呵护 那种浓浓的父爱 让我终生难忘 1986年 父亲离我而去了 那种生离死别的痛 人类的语言难以言表 我感到天都塌下来了 从那以后 再也没有谁 像父亲那样疼我 爱我了 见到老法师后 我找到了那种 久违的父爱 真的好温馨 好幸福 下面我给大家讲几个小故事 这是我第一次见老法师 亲身经历的真人真事 关于讲课的故事 2010年4月4日 我第一次来香港 人生地不熟 一个没有见过任何世面的东北老太太 像刘老了进大观园一样 看什么都新鲜 看什么都好奇 记得那天用完晚餐后 有协会同修对我说 刘老师 今天晚上七点到九点 给您安排一节课好不好 突如其来的问题 我一点思想准备没有 但因为和谁都不熟悉 也没好意思拒绝 只好硬着头皮说 行 协会同修问我讲课的题目 我说没题目 又问有题纲吗 我说没题纲 再问我有没有讲稿 我说没有讲稿 那位同修说 什么都没有 那讲什么呀 我说不知道 问师父去吧 于是协会同修就向师父报告了 说刘老师 没题目 没题纲 没讲稿 那讲什么呀 当时我就在师父跟前 只听师父慢慢悠悠地说了两句话 他是趁性而谈 坐那儿就会说 说实在的 师父说的两句话 我就听懂了一句 第一句没听懂 不知道什么叫趁性而谈 头一回听说这个词 第二句话听懂 第二句话听懂了 坐那儿就会说 我当时想 就这一句够了 不是坐那儿就会说吗 那一天 我就是三无两空 无讲题 无题纲 无讲稿 大脑空空 两手空空 走进录影师的 录影师告诉我四个程序 一是出现几朵小花 二是出音乐 三是出现两行字 四是出我个人的图像 告诉我一看见自己的图像 就开始讲 我坐在凳子上 那是师父讲经时坐的 那种没有靠背的凳子 我一点也不紧张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 这是一个神奇的魔凳 坐上去就知道说什么 说来也怪 那一天 两个小时 我滔滔不绝 讲下来了 那一次 协会一共给我安排了七节课 那七节课 就是这么讲下来的 我还好奇地问师父 那些话 我是怎么说出来的 师父只是笑呵呵地说 好好好 好好好 我心里想 师父说好好好 就好好好呗 师父说坐那儿就会说 那我就去坐着说呗 后来 当我知道那个凳子 不是什么神奇的魔凳时 真的下出了一身冷汗 现在回想起来 那七节课 我是怎么讲出来的 完全是佛力加持 如果不是佛力加持 我哪有那个本事 关于用餐的故事 2010年 我第一次去香港时 是我牙周炎最厉害的时候 满口牙都疼 而且含东倒西歪的 吃不了饭 吃不了菜 只能喝西粥 用餐时 我的座位和师父的座位临近 师父吃的菜 都是用几个小碟盛着 放在师父面前 因为我只能喝粥 所以我面前就是一碗粥 没有菜 吃了一会儿 师父开始把他的几碟菜 往我这边挪 并示意让我吃菜 我告诉师父 我牙疼不能吃菜 师父默默无语 从他慈祥的眼神里 可以读出老人家 对你的那种怜爱 让你从内心深处 感受到那种温暖 说到用餐的故事 不能不说 最让我感动的是 我八次去香港 每次离港的前一天 师父都要单独邀请我们 去他的住地共同用餐 记得第一次去香港 师父那时住在一个叫 跑马地的地方 在我们回哈尔滨的头一天 师父请我们过去用餐 那一顿饭菜 完全是东北风味 最典型的是酸菜炖粉条 在师父那里做客 一点不觉得陌生 完全是一种回家的感觉 用完餐后 老人家兴致勃勃地 领着我们参观他的住地 每个房间都带我们去看了 就连储存物品的储藏间 老人家都带我们看了 一边看还一边给我们做讲解 在师父身边 让你感受到那种浓浓的亲情 这种亲情 又远不是世俗间的那种亲情 关于挂坠的故事 有一天 在师父的休息室里 有华藏卫视总裁 陈彩琼女士在场 师父从怀里掏出一个挂坠 递到彩琼总裁手里 说 你给刘老师戴上 彩琼总裁 把挂坠带到了我的脖子上 从休息室出来后 傅冲问我 刘老师 师父给您挂坠了吗 我说 给了 他说 让我看看 我把挂坠拿下来给他看 他说 哎呀刘老师 师父给您的挂坠和我们的不一样 我说 怎么不一样 傅冲说 给您的是阿弥陀佛 给我们的是观音菩萨 我说 都一样 如果你喜欢 把这个给你 傅冲说 那可不行 那是师父给您的 我可不敢要 上面给大家说的 就是我第一次去香港 见师父 几个真实的小故事 虽然已经过去五年时间了 可我却感到 就好像是昨天一样 每当我想起当时的场景 就会感到心里暖暖的 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 那么的自然 在我眼里 在我心中 师父就是一位慈悲的长者 一位可亲可敬的老人 初见恩师面 犹如慈父般 浓浓的父爱 温暖 我心怀 三 师父是人 不是神 有人把师父神化了 说得神乎其神 我不这样看 我的亲身感受是 师父就是生活在我们中间的 一个平常人 如果说师父和我们有什么区别和不同 那就是他老人家 有着无以伦比的大智慧 跟师父在一起 会让你感受到生活的乐趣 和生命的活力 时时感受到老人家的睿智和豁达 下面再给大家讲几个小故事 关于油条的故事 有一次和师父一起用餐 记得当时上了一盘切成段的油条 炸得焦黄的 让人看着就很有食欲 开始用餐了 师父拿筷子去夹这个油条 还没等夹起来 胡居士对师父说 师父 这个您不能吃 师父口里说 哦哦 就把筷子拿开了 正在这时 胡居士接了一个电话 就在他转身接电话的一瞬间 师父迅速地加了一块油条 放进嘴里 并用一种非常顽皮的眼神 看着我们 仿佛再说 他没看见 我吃完了 等胡居士接完电话 转回身来 我们再看师父的样子 老人家若无其事 仿佛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过 这个场面 真是让人忍俊不止 就像一幅美丽的画面 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多么可爱的老人呢 关于锻炼身体的故事 师父每天锻炼身体 还有几个绝招呢 比如说在跑马地 师父告诉我们 爬楼梯是很好的锻炼方法 就地取材 既方便 效果又好 那一次 师父还做给我们看 真让人打心眼底佩服 师父还有一招 叫做拉筋锻炼法 这种方法看似简单 做起来并不容易 记得有一次在山顶花园 中午用餐前 师父给我们表演 老人家连续做了十次 非常轻松 我对师父说 师父 我想做几个 师父说 好好好 做吧 我学着师父的样子 做了一个 好费劲啊 师父说 动作不标准 没做到位 当我做第二个时 连不标准 不到位的动作 都做不出来了 胳膊疼 腿酸的 我服了 这可不是一日之功啊 老人家的功夫 真的了得 关于蒙古包的故事 在师父现在住的六合园 有两座蒙古包 师父告诉我 这个东西造价很低 比盖房子便宜多了 而且是冬暖夏凉 我去过蒙古包两次 真的很好 别有一种蒙古风味 蒙古包里有蒙古袍 蒙古帽 蒙古靴 还有五颜六色的哈达等等 让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那一次 我们感到温馨的是 师父和我们都穿上蒙古服装 照了很多像 玩得特别开心 我们仿佛回到了海提时代 围绕在父母身边 尽情地玩耍 真的好幸福 师父有个小相机 他老人家给我们抢拍的照片 技术蛮高的 师父把他给我们抢拍的照片 一张一张地翻给我看 因为是抢拍的 所以特别自然 真实 一点也不呆板 真的好棒 关于头等舱的故事 记得我两次随同师父一起出国 第一次去了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第二次去了澳洲 去澳洲那一次 我们一行十几个人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那一次我坐的是头等舱 定红师等人坐的都是普通舱 我非常过意不去 我跟师父说 我干嘛这么特殊 别人都坐普通舱 为什么我坐头等舱 师父说 你有讲课任务 不要搞得太疲劳了 老人家想得太周到了 他就像一尊保护神 时时处处在保护着你 关于红包的故事 我八次去香港见师父 没有供养师父一个红包 反倒是师父给我发了五次红包 让我最难忘的是 我第一次去香港 临回来时 师父给我拿了一万块钱 我不要 师父说 拿着吧 让家里人多理解你 少一些障碍 我既莫名其妙 又心中感动 师父怎么知道我的难处 还有那一次 我跟随师父去澳洲 参加澳洲静东学院 十周年庆 有一天 师父叫我去他那里 递给我一个红包 我告诉师父 我不需要钱 师父说 出门在外 兜里 要有点钱 等需要用的时候 方便点 我不好不拿 回到屋里 我把红包给叼居士了 那一次 师父给我五千美元 叼居士说 大姐 在国内 师父给你人民币 在国外 师父给你发美元 曾经有人提醒我 别傻乎乎的 师父给你钱 你干嘛往外说 我说 在我这里 没有秘密可言 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 况且 师父给我的钱 我不会乱花一分的 这个钱 我一定会用到该用的地方 说到这里 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 慈悲喜舍 一长者 可亲可敬 一老人 莫把恩师当神看 他是你我中一员 二 讲经说法 度众生 当今世界第一人 一 尊师教诲 不走样 一生鸿法 学世家 上镜下空老法师 一生遇到了三位好老师 方东美先生 张家大师 李炳南老师 一位好老师都难得一遇 老法师竟遇到了三位 如果不是大福报之人 如果不是极其殊胜的姻缘 怎能有这样的事情 感恩老法师的三位老师 慧眼识才 培养成就出了这样一位 佛门高僧 方东美先生的三句话 引导老法师入了佛门 这三句话是 释迦牟尼佛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佛经哲学 是哲学的最高峰 学佛是人生的最高享受 老法师在讲经过程中 曾经多次说过 如果没有方东美先生 这三句话 他是不会入佛门的 因为老法师对方东美先生 充满了尊敬与信任 老师的话 让他对佛教有了新的认识 这是老法师入佛门的开始 张家大师是老法师的第二位老师 是张家大师让老法师出家 学释迦佛走释迦路的 这给老法师一生学释迦佛 走释迦路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家大师给老法师上的第一堂课 就是六个字 看得破 放得下 就是这六个字 让老法师终身受用 成就了一代高僧 李炳南老师 是老法师的第三位老师 李炳南老师 对于老法师 近乎苛刻的约法三章 常人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老法师却欣然接受 并多亲近李老师五年 正是看似苛刻的约法三章 成就了难得一遇的圣僧 成就了一位指导末法众生 成佛的导师 怎样才能遇到好老师 要具备三个条件 真诚心 清静心 恭敬心 不具备这个条件 老师不教你 不是老师不教你 是你不学 如果你有真诚心 清静心 恭敬心 你老师听话 真干 你一定会遇到好老师 而且这个好老师 一定会全心全力教导你 帮助你 因为老师知道 你是佛门法器 一个好老师 遇到一个佛门法器 也不容易啊 老师怎能不教你 怎能放弃你呢 没有哪一个老师 不爱自己的学生 老师对学生的关爱 甚至超过对子女的关爱 老法师尊师教诲 不走样 一生弘法 学士家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他老人家 是在用行动 践行着三位老师的教诲 至今 老法师已经讲经说法 五十六年 坚持一生 不做经颤佛事 身体力行 要把宗教的佛教 回归到教育的佛教 这是老法师对佛教 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他将永载史册 二 鞠躬尽瘁 终不悔 宜德堪厚 普天亲 尊敬的师父上人 有这样一段话 他老人家说 无论怎样艰难 无论怎样痛苦 都要忍受 要发大菩提心 要发大慈悲心 哑巴吃黄莲 有苦不要说 一直忍下去 一切屈辱 都是考验我们的 观观都要通过 寥寥分明是智慧 如如不动是禅定 老人家 老人家还说 与人 无争 与世 无求 在这个世界 我们不和任何人争 不争 不求 这样学佛 你就顺顺利利 功力增长 无论顺境 逆境 都帮助你成就 这是真实智慧 要甘心情愿 接受别人 对你的侮辱 不单不怨恨 还要感谢 因为他成就了 你的忍辱波罗密 真佛弟子 要忍人 所不能忍 让人 所不能让 行人 所不能行 对侮辱你的人 不恨 不怨 不报复 要命 我都给你 这里头 有大学问 这里头 有真功夫 他老人家 还告诉我们 不要批评人 佛菩萨 教人赞叹 不教人批评 我们只赞叹善 不批评恶 障碍我们的人 毁谤我们的人 陷害我们的人 他们也是 本性本善的 我们要原谅他们 相信他们 总有一天 会良心发现的 原谅别人 快乐自己 这是正能量 老人家 是何等的新量 如果问 我从2010年 第一次见师傅 到现在 我最大的收获 是什么 是师傅 博大的胸怀 让我受益最大 使我懂得了 佛门弟子 永远不和任何人 对立 他和我对立 我不和他对立 他不爱我 我爱他 真情无限 大爱无疆 一辈子 修忍辱 过去 我曾经说过 世界上 没有我恨的人 世界上 没有我不爱的人 世界上 没有我不能原谅的人 现在 我再加上一句 世界上 没有我不能 忍受的屈辱 这些 都是我从师傅那里 学来的 大家都知道 我有个四部原则 不争论 不讨论 不辩论 不解释 实践证明 这个四部原则 真的挺好的 大家知道 二十多年来 对无量寿经 汇集本的批评 对上境下空 老法师的批评 都是中国佛教史上 前所未有的 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 老人家 如如不动 用真心 对待一切 人 事 物 没有明文力量 念念想的是 苦难众生 全心全意 为众生服务 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帮助众生 成贤 成圣 老法师说 佛门弟子 要帮助人间帝王 把这个世界 打造成极乐世界 让世界和平 人民安宁 老人家用他的德行 感召着虚空法界 一切有缘众生 这正是他老人家的人格魅力之所在 鞠躬尽翠 终不悔 宜德 堪厚 普天 亲 孰是 孰非 留与后人 平说 历史 是最好的见证 我要尽我所能 把一个真实的上镜下空 老法师 介绍给一切 有缘众生 让这些有缘众生 普占法义 这可能就是我 来到这个人世间的使命吧 这正是 八十九岁老人家 六十几载 红正法 艰难 贤祖 愿不改 度重无量 早回家 我为众生来 一切为众生 众生就是我 我就是众生 三 疏传后事 惠吏莫法 悲怨鸿生 法语变洒 近期 有静宗同修 发心 将佛说 大乘武量寿 庄严清静 平等绝经 净土大经科著 净土大经科著 讲义 净土大经科著 参考资料 核定 用宣纸印刷 以其久远 流通后事 恩师将此定名为 净土大经科著 讲义 这部书流通后事 意义之重大 影响之深远 用语言和文字 难以表达 它是 末法众生 苦海慈舟 茫茫夜海 明灯 亦展 我们实质乱世 世界之乱 前所未有 实乃是我们的不幸 但是 不幸中的万幸 就是我们闻到了 佛法 而且是闻到了 殊胜无比的 净土念佛法门 尤其是我们遇到了 可遇不可求的 引导我们回归 自信的导师 尊敬的 上境下空 老法师 净土大经科著 讲义的印刷流通 可以向世人 庄严宣告 净土念佛法门 信 解 行 正 圆满 具足 从此 静宗学人 有了一部 完美无缺的教科书 他将会立 末法九千年的 苦难众生 足以彰显 老法师的 悲愿红身 足以彰显 弥陀本愿的庄严 愿法语 辩洒 浇灌 美丽的菩提花 末法修行 异议人 罕医得道 何原因 不信自己 不信佛 葬身 业重 难出离 唯一念佛 出生死 几人明白 几人知 佛刘 佛刘就中 异行法 会立末法 九千年 信者回归 去极乐 不信六道 苦沉沦 究竟要走 哪条路 奉劝诸君 快决责 惭愧弟子 刘素云 顶礼 我们听了 刘素云 知识的报告 他许说 他这一生 修佛的经历 很难得 我们地群 有云 这个云 无比的 出现 我说的是 给 阿弥陀佛 有云 我们在这个世界 六道轮回里面 大转 真是 无数次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从 迷失自信以来 堕落在轮回 无量 不能遭遇 那么这一次 我们遇到了建筑 学习 进度 在这么多年当中 我们体会到了 我们认识清楚了 这个法门 千真万确 叫做 一行 难信 的 法门 一行 难信 是一切 祝福菩萨 所说的 不是一尊佛 两尊佛 说的 舍佛 三尸 无量 祝福 一口同音 都这么说 是不是真难信 真难信 一行 一行 一行到什么程度 我们听了之后 没人相信 欧耶大师告诉我们 幸运 持民 就能 我身 而且 在要解里头 珍重 给我们 宣殊 能不能 往生 极乐 世界 全在 幸运 之 有 每一天 你 佛 真信 真愿 你就具备 往生 的条件 那你 命中 时呢 一念 深念 就能 往生 那 这一句话 真难得 我们的佛报 不小啊 大概是两个月前吧 谢总的父亲 我说 证明这是真的 谢总的父亲 人是个善人 大善人 大好人 对佛没什么兴趣 啊 儿子 学佛 劝他 学佛 他都要 不能 接受我 临终的时候 儿子 着急 这是 怎么办 如果不能 往生 肯定就 流到轮回 啊 啊 好事多 心肠好 天道啊 天道不能解决问题 天还是有寿命 寿命完了 还是要堕落 想到这个地方 就害怕了 他真是 求三保加持 儿子 求三保加持 啊 在最后的 两个小时 啊 到他爸爸面前 啊 劝他爸爸 希望 真有极乐世界 你想不相信 没想到他爸爸点点头 啊 没说话 点点头 他很高兴啊 难得 他又告诉 他爸爸 真有阿弥陀佛了 你能相信吧 他爸爸也点头 我说 这好 我念佛 你跟着我念 啊 他爸爸就跟着他念佛 念了一个多小时 走了 跟四十八院的 第十八院所说的 完全相应 啊 走的时候 全身柔软 啊 面色 比活的时候 还好看 啊 一直到第三天 给他入恋的时候 全身柔软 比活的时候还软 那一天有一千多人 有人闻到异象 有人看到光 有人看到脸花 这表演给我们看的 八十八月 八偶一大四 给我们说的 幸运持民四个字 做出来给我们看 你说 往生极乐世界 容易不容易 这真容易啊 那你不相信 摇头了就没办法了 肯点头的 没有一个脖子 欧耶大师 在药节里头 说的好啊 有人向他请教 你老人家将来往生极乐世界 什么样的品位 你就满足了 他告诉别人 下下下平往生 我就满足了 这还有什么话说 下下平往生 真的满足吗 真的 你看看 你独独 无量手机 独独观无量手机 四十八月 讲得都清楚 都明白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借座阿维悦至菩萨 这句话就是 欧耶大师 下下平往生 满足的 依据 西方极乐世界 有没有品位 有 品位不重要 什么重要 生到那边 一起享受这个重要 是有品位 但是到极乐世界的享受 智慧平等 受用 平等 道理 平等 神通 平等 没有一样 不平等 跟谁 平等 跟阿弥陀佛 平等 你这 还有什么话说 这世界太特殊了 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一生 遇不得这个法门 凭自己断烦恼 往生 记录 难啊 这烦恼你怎么断得掉啊 这个 这个 这个法门 不要断烦恼 烦恼放在一边 别去理它 只要这一句佛号 临终时候 最后断气 是在阿弥陀佛 一生佛号当中 就成功了 平常 你念到功夫成篇 念到一心不乱 念到理一心不乱 当然好 但是 达不到这个标准 也能往生 往生到极乐世界 也做阿弥陀智菩萨 这没人下去了 不是普通人不相信 神闻不相信 阿弥陀不相信 菩萨不相信 谁相信 法神菩萨相信 法神菩萨太少了 不是法神菩萨不行 不能相信啊 没有理由相信啊 但这个话 是阿弥陀佛说的 亲口说的 四十八月 阿弥陀佛亲口说的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 专属的 世真专属 就等于阿弥陀佛 亲自给我们说 没两样了 尽踪无比殊胜 就在这一头 只要有心有愿 强烈的平面 没有丝毫怀疑 我们就成功了 你到哪里去找这个法门啊 而这个法门就在眼前 老师 祖师大德们注金 都明白了 我们看着也没看出来 粗心大意 老师给我们奖金 也讲出来了 没留意 所以没有得到真实理 好在好 只要我们一口气还没断 多有分 多有救 一口气断了 那就没法死了 所以我说这一句话 幸运 就能无散 这是尽踪 无比殊胜 重要的一句开始 当然平常念佛 念得越多越好 把你的烦恼 把你的习气 用念佛的方法控制住 不念佛 就胡思乱想 二 每一个念头 都是一 念头 言语 造作 友善 友我 善业 仁天 佛宝 我业 三途 守护 这个夜 造业了 念念 不停 晚上睡觉了 神没有造 可我没有造 还在做梦 那就是 夜他还在造 你没办法控制 念佛功夫得乐 就是把这个控制住了 他只念佛号 他不造业了 这个 平为高 平为高下 别去理他 不相干 我们 生到极乐世界 神通道理 智慧 跟佛 是平等的 这个重要啊 往生到极乐世界 见了阿弥陀佛 就有能力到 摄放世界 去普通 众生 凭什么 阿弥陀佛 四十八元的 加持 阿弥陀佛 有神通 有道理 分 无量 无边神 干什么 到摄放世界 借阴 往生的人 没有佛 借阴 你不知道 极乐世界 在哪里 你找不到 阿弥陀佛 法院 往生的人 他通通去 借阴 化身去 每一天 每天到极乐世界 往生 多少人 数不尽 太多太多了 社会 无量 无边 诸佛 插土 有无量 无边 众生 念佛 往生 那我们 我们去到极乐世界的 只要到极乐世界 花开 见佛 就得到佛的 价值 我们也有像阿弥陀佛 一样的能力 分身 化身 无量无边 干什么 到社会世界 就供养佛 听佛讲经说法 佛婚与双修 供佛是修佛 听经文法是修会 你看 每一天 社会 一切祝福 跟你说法 你能不开悟吗 你能不坚信吗 开悟坚信 很快的事情 一点都不难 这地方能不去吗 所以 列代 你看看 这些祖师达德 华严中 天台中 法相中 三论中 到最后 统统念佛 求生见佛 我们要把这些事情 看清楚 看明白了 他为什么 求生见佛 求生见佛 就是大圆满 就是大车大悟 大车大悟 自信里面的智慧 德能 向好 才能现前 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就全现前了 那是说 那是阿弥陀佛的功德 我们在享受阿弥陀佛的功德 自己有能力 有能力 不是自己修的 是阿弥陀佛 加持 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 所以 神通道理 智慧 功德 跟阿弥陀佛 没两样 不能 不知道 不能不感恩 那 我们与人 就确认 最重要 确信 决定 不怀疑 那 怀疑 就产生障碍 不是小障碍 障碍 你往事 把你这次的机会 断掉了 啊 谁障碍 有因 有缘 因是自己怀疑 缘 是 缘亲在主 所以 我们每天念佛 每一天 讲经教训 把功德 都回向给 缘亲在主 啊 这些缘亲在主 就不障碍了 我们到 极乐世界 去了之后 缘亲在主 无论在哪一道 我看到了 我听到了 我都会去 度化它 啊 所以我们自己 分无量无边生 共福 天津 附带的 就是要度这些众生 啊 度一切 有缘众生 无论是 善缘 卧缘 普度啊 啊 一个都不露啊 啊 得阿弥陀佛 本愿 为神价值 那个能力 智慧能力 跟阿弥陀佛相同 不能不发这个云 不能不发这个心 啊 全身 依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是我们的靠上 啊 决定靠得住的 啊 再不能依靠别的 依靠别的靠住啊 他没这么大的 能量啊 没有这么大的智慧 没有这么大的佛报啊 我们要相信啊 祝福赞叹 啊 啊 所以这个 刘宿人 这篇报告啊 啊 可以给我 我同学们 做参考 啊 他说的 很公平 啊 没有夸张 啊 我们修福应该是这种态度 住在这个世界 不为自己 啊 一切为众生 养成这样一个习惯 有这种啊 心态 念念帮助 苦难众生 我们历苦在路了 希望大家都能历苦的 好 我们看下面 还有一篇 祝赐已未年 中原祭祖专刊 尊敬的师父上人 尊敬的诸位法师 大德仁者 阿弥陀佛 惭愧弟子开集 今日恭敬报告的主题是 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 中国古代 最为重视女子教育 因为母教 关系到国家的兴亡 天下之太平 诚如民国年间 印光大师所言 治国凭天下之权 女人家操得一大半 又言 善教儿女 为治平之本 而教女 有药 为什么这样说呢 印祖特别指出 这是因为人的性情 自于母者 独多 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孩子受母亲的影响极其深远 母亲的德行 决定了这个家庭 是否能够培养出孝子贤孙 因此 母教是至关重要的 一 周初三太 智德典范 在中国的历史上 周朝三太是母教的典范 三太之德 为周朝国作绵长 奠定坚实基础 因此印祖说 周之开国 基于三太 而文王之圣 由于胎教 周文王的圣德 是源于母亲 太任的胎教所感 许多古圣先王 出生之时 都有祥瑞的征兆 说文解字 全是汉字 性的本意时说 性 人所生也 古之神圣人 母感天而生子 故称天子 这些圣贤人的母亲 之所以能够感天生子 是源于其父德 是顺于天道的 因此赶召圣贤之子 来降生 据中国历史记载 周文王之母太任 端庄贤淑淑 有圣德 文王之父 王继 取之为妻 太任 祝福成德 以人施教 治理天下 史称 太任 怀孕之时 目不适恶色 耳不听吟声 口不出傲言 以良好的胎教 来话语 胎儿 据上书记载 文王鸡昌出生时 有一只赤鹊 闲着丹书飞来 丹书上写道 净圣代者吉 代圣净者灭 义圣欲者从 欲圣欲者凶 亡者费灭 净者万事 这是文王降生时的锐照 由于母亲太任 善于教导 因此文王交一而适百 后奠基于西北 后来周文王 娶与后之女 太四为妻 太四人名有德 丹兮勤劳 文王治理外政 太四主理内政 以德政赶民 天下归府 文王的祖母太江 更是一位 贤淑而有德的妇人 太王贤名圣德 国家政事 都和太江 共同商议 因此 古贤说 周朝的天下 能够传三十七代 历八百七十三年之久 皆是仰赖 太江 太任 太四 三后的教化之功 图一 太任是周文王的母亲 她非常仰慕婆婆太江的美德 侍奉婆婆客进孝道 太任立身端正 使宫廷上下 宿目祥和 图二 周文王的夫人太四 少成婆婆太任的徽音 培养出圣贤之子周武王 周公诞 周初三太祝夫成德 相夫娇子 奠定了周朝八百年的基业 无独有偶 距今五百多年前 有一位贤德的女子 申师任堂 出生于朝鲜国江源道的贵族官宦家庭 她自小受过传统人文教育 一心效法周文王的母亲太任 遂取唐号为师任堂 期望能够继承太任之贤德 在那个时代 朝鲜国的女子 是以效法周朝三太之德为上 比申师任堂 教晚的朝鲜女儒学家 任允直堂曾说 妇人而不以任似自欺者皆自弃也 由此可见她们的志向 正是由于这种效法圣贤的美德 使申师任堂成为贤妻良母的典范 她一心相夫教子 以真诚的爱心和严格的家教 培养出一代大儒李尔 婴儿 号利谷 其四子三女都成为优秀的人才 李尔自幼受到母亲的薰陶 仰慕中国的礼义文化 她八岁就能做汉文师 十三岁考中进士出世 震惊了江源道的教育界 嘉靖年间 于朝鲜历任官职 曾代表朝鲜国出使明朝 后致力于书院教育 迎向深远 这无不是得利于母亲 身师任堂优良的母教 因此她被尊称为韩国的孟母 2009年 韩国政府将身师任堂的肖像 印在最大面额的纸钞上 以示表彰 图三 身师任堂师法太任 以爱心与严格家教教育子女 她品性善良 孝顺恭敬 德行高尚 成为贤妻良母的典范 图四 身师任堂才华横溢 会写汉文诗 公语绘画 化作精妙 享有圣名 二 夫妇有别 伦常大道 古圣先贤 根据宇宙大自然的规律 建立了伦常纲纪 诚如印族所言 天地以阴阳二气 化身万物 圣人以男女正位 正位者 素位而行 敦伦尽奋之位也 建立伦纪 在五轮关系中 夫妇有别是至关重要的一轮 别是指不同的任务 先生负责照顾家庭的经济生活 太太的责任更重大 要负责教养下一代 这种男主外 女主内的分工 在汉字起源的本意中 极有体现 例如 汉字男 是会议字 说文 男 丈夫也 从田里 言男子 利于田也 从经文 男字中 能够更明显地看出 这个字的本意是指 男子拿着工具 在田间耕种 这就是男主外 相形之下 女字是相形字 说文 女 妇人也 那么妇字做何解释呢 说文 父 福也 从女 持肘 撒扫也 从汉字 父 看其本意 即表女子 要能够勤勉 洗牢 谦虚 卑下 为家人服务 这就是女主内 段玉才先生 助解说 父 主 服侍 人者也 他引用 大代理本命说 女子者 言如男子之教 而掌其 毅力 遮掩 因此才称之为 妇人 古人所说的妇人 应该具备 什么样的品德呢 段氏说 妇人 浮于人也 事故 无专制之意 有三从之道 这段话 与曹大姑 在女界开端 所说的 只去相同 曹大姑说 古代 生女之礼 是有其 表法意义的 代表 女子 一定要 卑弱 不敢 在人之上 要能够 洗牢 勤俭 持家 女子 还肩负着 家庭 祭祀 祖先的 重任 这三点 正是 女人之 常道 也是 礼法 之 点教 图五 东汉时期 曹大姑 班昭 是 班彪之女 班固之妹 曾 祝其兄 班固 完成 汉书的 传著 一代 大儒 马荣 一诗其 门下 他所写的 女界 流传后世 影响 深远 成为 中国 历代 女子 德行的 准则 三 古代女子 三从四德 何为女子的三从四德呢 三从四德是女子所应具备的品德 三从是指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这与三纲中的父为子纲夫为七纲指去相同 据聂工 郑涛 教授考证及解释 说文 从 随行也 是指一个人跟着一个人 有尊从 尊照 服从的意思 三从的隐身意是指 女子为出嫁时 由父亲来负责照顾和养育她 出嫁之后是由丈夫来负责照顾她的生活 丈夫去世之后 则由儿子来负责赡养她的晚年 此说较合于常理 关于女子的四德 曹大姑在女界负行第四之中特别做了权势 首先是负德 什么是负德呢 贤静真结 举止安详 谨守节操 要有羞耻心 凡认为可耻的事就不去做 举止言动都有法度 这就是负德 图六 印光大师得欲启蒙 知耻 第二 复言 女子的言语很重要 言词和内容都有所选择 要说善言善语 杜绝恶劣粗俗的语言 不说是非 说话要观察机缘 该说的时候才说 不该说的时候就不要说 以免引起他人的反感 颁招女界约 静顺之道 为父之大礼也 近代女德教育的典范 牛芳女士教导女子 要常常用礼 静 柔 顺四个字 来对照自己 礼 妻子和丈夫之间 要亲密友见 相互尊重 切记熟而吃礼 静是孝敬 敬奉老人及丈夫 柔是温柔 有一颗柔美的心 所谓相有心生 从养颜养身到养心 每个姑娘都可以成就千千万万个幸福的家 顺是要常说好 是这些肯定的话 不要说否定的话 避免性格的逆反 这就是此地所说的复言 图七 刘芳女士在温州平阳县第二届公民道德教育公益论坛上 讲述涵养女的美丽人生 第三 妇容 女子的穿着应该是怎样的呢 曹大姑说 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 女子不要过分注重自己的打扮 贯缓 惯缓晨慧 服饰先洁 沐浴以食 身不够乳 是为妇容 这与弟子规中的教导暗和道庙 衣贵节 不贵华 上巡份 下衬家 衣服只要干净整洁 不必穿得华丽高贵 一定要符合自己的身份 中国古老的哲学《易经》也说 漫藏会道 也容会淫 语出细词上 这是指 收藏财物不谨慎 会引起盗贼偷窃 妇女衣着太暴露 容易引起坏人的邪恶心思 当今的社会时尚充斥着贪嗔吃慢 五欲六成 再在处处都是引发人的邪思邪念 成为社会动乱之根源 尤其是现代女孩子追求时尚 在外面穿着很暴露 殊不知人体有很多穴道 若是不好好保护而感受了风寒 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到周年之后各种疾病就会发作 穿着暴露也容易引起别人的邪思 果报都在地狱 由此可知 穿衣服暴露就是在造作地狱也 见其阴则知其果 靖空老教授说 现在最会保养身体的是伊斯兰教的妇女 他们所穿的衣服只露出面孔 甚至只露出眼睛 把整个身体都包住 这是很好的着装 像天主教基督教的修女也是如此 中国古代妇女的衣服都是长衫 长裙 只露出面孔和手 行路之时连手都被长袖子遮住了 佛教的菩萨所视线的色相 容颜和衣服也都是美观大方 让人生起无尽的仰慕和敬畏之心 图八 佛教大乘菩萨的形象都是美伦美幻 端庄大方 图为西方三圣中的观世音菩萨 右一与大师智菩萨左一相 因此靖空老教授说 人文要效法大自然 不能够违背大自然 这叫德 大自然是道 随顺自然是德 不违背大自然 社会是祥和的 违背自然 一定有动乱 人心不安 复行的第四是复工 曹大姑在女界中说 平日专心致志的仿杀织布 不喜欢玩闹细笑 把饭菜做得美味而健康 以照顾家人 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 这都是复工 中国古代社会 家庭稳定 这与太太的复工很有关系 这些贤妻良母都能够烧一手好菜 让先生觉得走到哪里都没有自己家里煮的饭好吃 所以她的心就很安 纵使奔波在外精明事业也念念不忘自己的家 太太贤惠巧思的复工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日本前首相 鸠山先生的夫人鸠山姓 善于持家 她喜欢腌制蔬菜 制作彩绘玻璃及缝纫 她是丈夫的形象设计师 为她打理发型 搭配穿着 鸠山姓所撰写的食谱广为流传 即使贵为首相夫人 在官邸中 夫人也常常亲自下厨招待客人 为客人亲手端上牛蒡天妇罗等美味菜肴 每当先生一天奔波在外回到家后 夫人就亲自为丈夫按摩脚 鸠山先生形容和妻子在一起 感觉每天生活都充满阳光 她赞叹夫人是永远发光的太阳 因为夫人乐观向上的性格感染了她 鸠山先生说 她做饭也很棒 回到家我就感觉很安心 可以说夫人正是古代大家庭中 贤妻良母的现代典范 四 唐朝女皇帝的忏悔 自古以来 妇女的天职是相夫交子培养下一代 然而现代妇女都离开家庭 成为职业妇女 到社会上跟男人竞争 要做女强人 看似很荣耀 结果付出的代价是下一代失教 后代没有了 印光大师对此责备的很重 强调社会的安危 女人要负一大半的责任 唐朝的武则天晚年 回顾自己的一生 忏悔不已 在陕西乾陵的东侧 矗立着一块无字碑 是为武则天所立的 这块碑无言的诠释着 他几支供过 留待后人评说的临终遗言 1982年 在河南嵩山 发现了一块 名为武赵金简的传世遗物 金简上 镌刻着武则天的忏悔文 赵同赵 表日月当空 这是武则天所造的新字之一 用以为己明 武赵金简 是由高纯度的黄金制成 正面捐刻三行六十三字明文 明文中写道 谨义忠悦松高山门 头金简一通 起三官九府 除武赵罪名 他祈求天神 能够赦免自己的罪过 时间是太岁庚子七月七日 其中三官是道教 对天地水的尊称 所谓天官赐福 地官赦罪 水官解恶 九府是泛指各方神仙洞府 图九 武则天的传世遗物 武赵金简 发现于河南嵩山郡吉峰 图片来源河南博物院网站 武则天的一生饱受争议 晚年虽有所忏悔 但后世仍不乏重蹈覆彻者 其结果是轻则外妻或起 重则国破家亡 使百姓饱受苦难 此皆因不遵祖宗成法 不寻天理天道所致 宗上所述 诚如古人所言 归捆乃圣贤所出之地 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 希望后世女子都能够牢记印族的真诚劝勉 现今学堂中妇女 多多望生意图 拟操政权 不知各守本分 相夫教子 乃天下太平之根本 妇女能够恪守自己的本分 在家中相夫教子 以圣贤之道化育子孙 使家庭代代都出贤才 这才是天下太平的根本 承栽事严严 图诗 印光大师天下太平之根本书影 晋空老教授提写书名 以上是惭愧弟子开集 恭敬整理的 遂次已未年中原祭祖专刊文稿 如有不妥之处 成请尊敬的师父上人 诸位大德同修会语批评指证 无尽感恩 阿弥陀佛 惭愧弟子事开集 顶礼尽成 今年 终于 记住 观看 开集这篇文章写得很好 确实 要劝劝 现代的女子 大家都知道 现前 社会动乱 不但是中国 有史以来 从来没有过的 借在全世界历史当中 也找不到 这是怎么造成的 读了这篇文章 冷静点去思考 答案就找到了 古时候人做到 现代的人 不是做不到 现代的人 是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 参与别人竞争 古圣仙仙教人 于人无争 于事无求 现在所追求的 所竞争的 没有 编辑 没有致敬 无这天 到晚年 还后悔 忏悔 还不错了 现在人比不上他了 现在人 争了一辈子 到死都不救 不但这一生 坚持 来世 生生世世 都立无可坚持 那么最后 争到什么地方去了 肯定争到 无间地狱去了 他就不争了 在无间地狱 我们也想到 他很冤枉 他不服 他不能回头 再仔细地 深入一层就观察 通通是 失去了家教 根本原因 在此地 想想中国古代社会 家教 是人生 最重要的 一个环节 你看看 中国人有家谱 这外国人没有 家庭历史 哪一个家谱里头没有家鬼 哪个家谱里头没有家训 你看看 祖宗是怎么样 叫后代的 中国有一句名言 不舍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一点都不假了 我们把老人全丢掉了 而且对老人的时候 我们有罪严 目中无人 认为 老人 古人 比不上去近人 今天有科学技术 古人没有 古人 是不是没有 真的没有这种 智慧能力 给主持有 早就有了 不走这条路 为什么不走 直到这条路 走到一定的时候 会出乱子 我听说 王满那个时代 就有人做滑翔机 空中飞行的 历史上著名的 诸葛亮发明的 牧牛牛马 机械化的运输 为什么他们死了以后 不留个后人 统统的毁掉 这就是有智慧 这就是对历史 对人类负责任 外国人跟我们的 思想不一样 他正满足自己 他不负责任 那么外国人 发展这些机器 这个 这个 科学技术 现在 有一些 就无了 这个东西发展 足以毁灭地球 所以他们比万年 活跃 过去战争 人类所造的这些武器 能有办法毁灭世界 今天不一样 今天核武生活 可以毁灭地球 那么他经历两次大战 深深感到 这真的可怕了 所以万年 天天想着 怎么样能 阻止 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这个世界上不能发生战争 所以想到中国 下上周三代 下上周三代 特别是周朝 政治没同意 祝后国 都是独立国 都是主权国家 那周 用什么来通知 让这个世界 没有分寸 用道德 用文化 所以汉字 起了很大作用 文言文 起了很大作用 这个 过过 祝后国 有他们自己的言语 没有文字 文字是统一的 文化统一 那叫天下了 中国人称天下 就是中国 这个地区 巴伯诸侯 他从这里 得到的启示 所以就想到 这个地区要同意 他是个研究文化史 他把全世界文化史 分成二十多个种类 里面最优秀的是中国 中国人心量大 能保容 能够以 平等对待 和目相处 这个理念 要同意全世界 全世界的人类 部分族群 部分地区 都能过到太平盛世 幸福 安定的生活 这是个好 所以他强调 到处看了 东亚文明 那东亚文明的主要的 中国 还有三个 卫星国家 就是日本 韩国 越南 他们从春秋时代 战国时代 就很明显了 就很多人到中国来学习 一直都用汉字 都用中国的文字 日本 四百年前 才改变了 用他们发明 汉文 汉字 发明他们的文字 韩国 越南 比较晚 二次大战 结束 他们才 改用 他们的文字 在这个之前 全部用的汉字 用的文言文 这个 亏斥大了 他们如果要不改 他们是汉字 汉舌的 船人了 我们中国不要 他们沉船了 那他们可以 领导全世界 那现在 他们你的话说的 有道理 越想越有道理 如何把我们的汉字 文言文恢复 他太需要了 他能够 确确实能 带动整个世界的 安定祸鲜 再找不到 第二样东西了 所以现在 这个过程 文字学的过程 比什么都重要 只有在这里 砸根 才能够 深入 中国传统文化 如果没有这个根 到一定的程度 就不能再深入了 我们的年龄 我们的年龄过了 学这个东西都来不及了 但是我知道它重要 所以我们全心全力 要来提债 要来保护 帮助年轻人 照顾年轻人 让他们有机会 好好去用功学习 将来有成就 能达到 化解冲突 帮助世界 走向安定祸鲜 这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这个业生 所要做的业装大事 记住 有人问我 为什么每年 要做三次 我说现在大家 把小道丢到了 不知道什么叫小道 记住就是提倡小道 那所以在今年记住 就马上中年这次 看看我们想方法 能不能在记住大会上 把我们学习的 这个文字学 用电视 播一段 给大家看看 让参加 记住的这些同胞们 让他看看 有个概念 中国文字留言 太伟大了 每一个文字充满了智慧 祖宗留下来的宝 这是第一个真宝 其他的不作为重视 这个重要 活的 一定要认识 我们要学习 要劝全世界人 学习 我们祖宗留下 是留个天下人的 没有说留个中国的 是留个天下人的 天下人都学习 天下人都有智慧了 天下人都有佛报了 这个好 好 下面还一篇 科注学习班 为期三十天的大士阁第二届 净土大经科注学习班 已圆满结束 回顾过去的这些天 学生收获了很多感动 同时 身边的一切人事物 帮助自己看清了很多 心里也坦然了许多 假 看破放下 来到身边的 这六十多位菩萨 都是看破放下的勇士 他们能离开自己的家庭 放下手上的工作 抽出一个月的宝贵时间 来闭关静修 就是在力行看破放下 就是在落实师父上人的教诲 听了大家的分享 知道这一个月的学习 对很多同修来讲 其实是一个挑战 但是 他们很坚强 无论是生活起居的不适应 身体上的病痛 还是紧张的学习压力 大家都在慢慢的克服 忍受 一直坚持下来 在和大家一起生活学习的日子里 看到大家的精进和发心 令学生感动不已 惭愧不已 这些菩萨 都是为学生表法来了 学生亲眼目睹了 一位同修 饱受病苦折磨 用尽各种方法都不见好转 无奈之下 无奈之下 索性不管他了 疼就疼吧 忍着 他开始更加精进的念佛 求佛菩萨加持 圆满他这次的发心 无论如何 一定要学完 不退缩 他自己把注意力 从病痛上转移了 照常生活和学习 当他开始放下 不再挂念的时候 病痛就明显的减轻了许多 这正如师父上人 告诫我们的 不要念病 要念佛 心里想病 就是在给病增加养分 病会愈来愈重 念佛是宵夜 病就会好 后来 他的病 就一天天的好转 他自己也分享到 这次生病 给他消了不少夜 他开始忏悔 自己所造的一切杀业 恶业 不再抱怨 不再对立 坦然接受这个果报 同修的这场病 也给学生上了一课 虽没有病在自己身上 但是自己想象中的痛苦 却是加倍的 也是佛菩萨慈悲 通过这种方式来警醒学生 不要执着 要放下这个假我 身体是假的 病也是假的 一切法由心想生 念头转过来了 一切都会随之而转变 病的不是身体 是心 更不应该和病起对立 也不应该抱怨身体差 身体是无辜的 是心病了 殃及身体 跟着受苦报 只要重新忏悔 防飞止恶 不再想病 身体自然就好了 也让学生真切的意识到 我们根本没有能力 照顾好这个身体 别人也帮不了忙 反而常常因他生烦恼 随他造业 不如就不执着了 还是交给佛菩萨去打理 我们舍下这个 身灭无常的假身 换一个跟阿弥陀佛一样 永远不坏的 子摩真经色身多好 有舍才有德 放下虚妄变幻的假我 才能得到真实永恒的生命 在面对病苦的时候 学生的心里 就会浮现这次经历 督促我放下 督促我念佛 以 不受魔不成佛 一位同修在分享中说 他一辈子都没有像在这里 那么努力的学习过 这回真是拼了命的在学习 每天在克制习气 在逼着自己往前走 这段日子确实很磨练人 但是发自内心的为自己高兴 看到每天都在不断的突破自己 好多原来自己认为 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就在不断的坚持之中 竟然都做到了 对佛菩萨也愈来愈有信心 对做佛也愈来愈有信心 因为佛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所以只要继续坚持不放松 成佛这件事也一样做得到 确实 看到大家每天上课都在努力的专注听经 有时候还要想尽办法 去克服昏成妄想 学生知道他们是在以刻苦的方式 鞭策学生 没有耕耘何来收获 正如贤工老和尚所说的 你想成佛 你不出力 不劳动 不流汗 哪有那便宜的事儿呢 他们学习起来是那么的认真 卖力 不舍得浪费一分一秒 而学生自己就是不好学 不能吃苦 不肯下狠心 逼自己一把 所以懒散懈怯 常常现前 学生也反省到 不能勇敢地接受磨练 不愿意去突破自己 怎么会有提升 不肯出力 不肯流汗 就不是真的想成佛 大家的表法 就是在激励学生 一定要勇猛精进 成佛是大事 大事就得用心办 就得付出 就得接受考验 俗话说 好事多磨 考验就在生活中的点滴之处 学生再不能退缩 在境界来时 再不能做逃兵 再不能任由自己 随顺喜气 没有长进 由此 学生也坚定了信心 再怎么苦 逼着自己 也得去极乐世界 就从处理好身边的人事物开始 就从接受身边的磨练开始 饼 结语 一个月的时间 虽然不长 但是 用心过好这一个月 他在生命中的分量 却不轻 对学生来说 最大的触动 就是一定要换心 一定要念佛 尤其是在三天的佛 尤其是在三天的佛期中 当自己沉静下来时 真准确的感受到了 沉静在佛号中的纯净和自在 但是 但是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很短暂 离开了佛堂 回到日常的生活中时 妄念又开始层出不穷 甚至佛号还是常常丢失 但是 比之前 要好的事 能很快的 警觉到 并赶快提起佛号来 很感恩 这次静心念佛 带来的法系 也很感恩 同修们的帮助 及陪伴 很多人说 这一个月 是他们人生 及学佛历程的转折点 学生也相信 这一个月的学习 也会给自己 接下来的生活 带来很大的转变 努力 并且期待自己 有新的提升 不辜负每一次经历和付出 以上是惭愧学生 开示 粗浅的心得报告 错误之处 请求尊敬的师父上人 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慈悲批评指正 学生乐意接受 志诚顶礼感恩 阿弥陀佛 公主尊敬的师父上人 法体安康 六十吉祥 久住世间 光寿无量 惭愧学生 惭愧学生 开示 顶礼敬成 我们听了 开示同学的报告 很欢迎 宗教 一定要回归教育 宗教对社会 才会有真正的贡献 好 想一下例句 这一次在 大事故 办的这个活动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这一个月 许多同学 提出来的 这个 新的报告 我们看了 很欢喜 这个活动 要一直 办下去 不能停 他这一期 是一个月 希望至少 一年 要办三次 或者是四次 每三个月 办一次 我们相信 越办经验越多 而且 会给其他的 到场 做一个保养 我相信 将来 每一个寺庙 都要办 要修经教 没有老师 找不到老师 没有关系 我们的 这个奖金的 录像带很多 他们都可以 拿去学习 用这个 电视网络 来修工库 来修佛经 我相信 我相信 未来 有一段时间 它会 很普遍 也会受到 很好的效果 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学习 天地变数 多了之后 自然就会讲 像前面 刘苏妍一样 刘苏妍有没有 开悟 有很多人 我说 我不知道 实在讲 悟 有小悟 有大悟 有大车大悟 大车大悟 很难 但是 大悟 小悟 的人 不少啊 只要他心清静 心赚 他就会有无助 人有小悟 就可以出来讲 他不会想错 只要真正发心 就会得三报价值 像刘苏妍 第一次 到香港 来的时候 我就给他 安排了课程 让他到 深夜棚去录下 什么准备也没有 什么题目也没有 我说 你坐上去 就会讲 坐上去 果然不错 然后回过头来 把这个录音带 放给他 自己看看 他都很惊讶 讲得不错 我怎么会讲 这不好 为什么 听了十年了 就凭这个 听无量寿金 就一部无量寿金 听了十年 那个时候 我讲的 在台湾讲的 第三遍 在那个时候 我默默有录像 录音 录音就录音 是那个卷袋子的 那个时代 那一卷袋子是九十分钟 所以我们一躺库 就一个半小时 好像讲了七十几堂库 啊 讲的是灰几堂 是依照李老师 没住 依照那个讲的 我依照那个讲过神秘 那以后 将近就采取 黄年老的 集住 住得好 住得太好了 我们学习集住 我们的标准时间 是一千两百个小时 是一堂库 两两小时 六百堂 我们学习集住 那有时候有吗 开始学 要像 留所音就是 这种方法 不要学太长的 那个时候讲的 对初学的人 有一定的好处 时间不长 变速要多 慢慢说 透了 你再能够讲个十遍 讲个二十遍 讲个三十遍 再讲住 再讲黄年老的 集住 就不难了 慢慢讲久了 不定什么时候 不定什么时候 大致大悟 这民心接近 真能做得到 要一门深处 不要学太杂 不要学太多 千经万论 最后都是一法句 真正 真正开悟了 大致大悟了 一切法 全通了 无论讲什么 没学过的 你都不会讲错 真正 真正 有人发现 佛法会再 复兴起来 不是难思绪 点击 现在和印刷书 发达 成本 大幅度降低 一个人在现在 拥有一套大藏金 一点不稀奇 所以要注意一点 不可以贪度 不可以广秀都稳 不能做通价 通价是做不到的 要转 今天里 今天里 选一样 一生就选一样 不得学通 学通之后 意思 虽然样样都通 我还是学这样 给后人 做一个好朋友 不贪图 我什么都能讲 什么都能教 我就教这一门 这一门 进入这个法门 利益最大 都一切众生 是真真有效 不会产生 负作用 文文荡荡 将来 往生 进入 现在 在世 传播这个法门 做 阿弥陀佛 弟子 好 今天 时间到了 我们就 休息到四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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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